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些人就说在黎山被警察踏了的那一天 入市的时间大概是2号2号2号 2号2号2号左右 然后你的股票放一天的话 你的身家假设你放1万在这里就变20万 没错 这件事很厉害 你完全可以证实到第一个香港人团结 雖然不知道为什么 团结了入市 很多人都鼓吹大家入市 第二件事就是原来股票和公司的发展 未必真的很有关系 但是和公司的领袖的安危似乎很有关系 最有趣的是后来隔了几天之后 然后黎山自己走出来 跌回到7号指 现在已经去到4号多了 我没有留意这些价钱 但应该都打回原形 然后黎智英自己说 如果你真的想帮公司 你不是要买这间公司的朋友 你应该买报纸 下广告 是的 于是我觉得最近香港人 好像不知道是否因为这个病的关系 多了在家里的时间 所以连大家留意金鱼光的频率 都比以前有作物了 一来 二来我觉得是这个 大家要找一个出口 当自己所信奉的东西 受到攻击或冲击的时候 要找一个支持点 难道那晚立刻 即是黎智英被淘汰 当晚立刻冲到家里留行 买完这些苹果是什么 这件事是 是的 入市这件事其实是什么 对很多有份入市的香港人来说 这件事是两方面都赚了 第一就是像你刚才所说的 他的情感需要稳入输出点 所以就要把自己的投资 包起股票 我们称呼这两人叫感性投资者 这个名字 感性投资者 虽然经常说不要跟股票讲感情 但是现在是什么 但是人是万物之灵 知道没有感情吗 是的 所以对股票又怎可能没有感情 你看我清姐的眼泪就知道 清姐的眼泪 当然是时代的眼泪 不得了 时代的眼泪 是的 如果本身那些 就是为了要支持这个一传媒支持苹果而去买股票的朋友 那我又不会想笑他们或者说他们 始终是一种表态 是的 那说明表态 表态就是说感情 所以连登都不断说 你买了就不放 试问真正支持苹果的人 如果你选择买股票这个阵地的话 你买了怎么会在两个多时放它呢 不过这个世界我发现最大事的事情 是不是两个多 有没有去过两个多 没有 过几那时候 他是打算过二的 但是最后当然不行 但是我发觉这个世界最大事的事情 就不是将你的股票又看待成为你的另一半 是将你的另一半看待成为股票 不得了 都是不可以说感情的 都是不可以太过 糟了 现在变成了爱情投资节目 爱情投资是什么的新范畴 我不知道 你衍生工具就是你的子女 是啊 没错 你衍生他的子女 可能我现在说完这个题目之后 反正我更厉害过云水 你公司和公司之间派生了另一间公司 是啊 没错 究竟那个是什么关系呢 那些衍生工具 那一间公司怎样才可以去到股价高峰呢 就没有爱情杠杠这一件事 爱情杠杠有 当然有 当然有 但我们今集的节目的主题 其实为什么要讲股市呢 原因是因为除了抗争都竟然可以混合金融之外 也是跟近期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有一些关系 一方面大家情感上要找出一个输出点 那就是不限定变成了股票 那第二件事呢 不限定 不限定 我觉得反过来 其实社会的氛围呢 是在股市上很反映的 因为从来股票市场都是一个 我自己经常说 风向标 风向标也好 我的说法比较浪漫 是一个卖梦的地方 或者团积着大家的梦想 然后一舖过去摧残的地方 所以Tesla本身就是一个胜在梦想的股票 正所谓有人期望可达到 是的 就是我的股价给天高 是的 我的股价 挺开心的 但是呢 可不可以不要再搬到拉起来 我的价值给天高 不得了 我想说一件事 很多人会说股票市场是一个不理性的地方 很难看通看透的 但我觉得如果跳出股票市场 本身有一个作用去再看回 其实它是反映了大众的渴望是什么 大众的支持是什么 这件事比你搞任何投票的 但这个不应该像大时代 方简博的师傅说 股市本应该是集资之地 是 最初是 但是你知道了 人类最擅长是什么 发明了一些东西出来 然后之后的作用 就是out of那样东西的作用 不再是本身的作用 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当我作为一个投资者的时候 股票市场当然是资金集资之地 但是如果不是 我从一个社会的角度去分析 或者从一个历史的角度去分析 其实股票市场所反映出来的 正正就是当时的大时代之下 社会情绪 社会情绪和人民所向往的方向 而能够在故事中成功的人 往往就是能够去刷穿这些泡沫 这些情感的泡沫 看到指着他人嘲笑 对 没错 问题是至少他嘲笑人的同时 他自己先入市 没错 没错 如果你本身在三月的时候入市 无论是港股还是美股 你上了案 入市不是问题 走得多才是奇蹟 没错 但是这个世界开港都说 你美国高峰又怎知道 那是高峰呢 没错 你美国高峰期 试问你怎么知道 那是否高峰期 正如恒指 正如恒指兑了这么久 都没上买二万五 究竟什么时候才是高峰期呢 所以出居宝一定是入市股票的 没错 你这句话很圓 我和Eric两个是一字赚好 你这个金句真是不得了 没错 所以股市其实是社会情绪的反应 也是国际政治形势的一个反应 没错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现在都很流行说 我们要跑赢通胀 你看到美元都不断加印 就是为了要化解这个疫情 和美国一连串的经济危机 没错 所以你在美元加印的情况之下 港币的联系统率都仍然在维持 对不对 如果美元不断加印的时候 其实反过来到港币的贬任值 这就是攬炒的 是真的攬炒的 如果你的资金一直都放在那裡 你不将它拿去投资 你不增值 你不增值 那其实你都一样是跟着一起爆出大事 没错 所以呢 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再加上最近我国际营是很紧张 南海又 南海那边就擦枪 擦枪 暂时还没走火 因为习近平说明是不能先开第一枪 是啊 这是解放军传统的说法 你不会开第一枪 因为我们是不会主动的侵略 你开第一枪就等于侵略 但什么情况之下 宣布我是不会开第一枪的呢 就是我愈了愈跟你开枪 一直在开枪的时候 我不会开第一枪 我不会跟你开枪 我真的不会跟你开枪 真的开枪的时候 怎会跟你说我开枪 真的开枪的时候 真的开枪的时候 是罗伯迪尼路的嘛 Are you talking to me Are you talking to me 是这样的嘛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一方面南海的形势很紧张 另一方面就是 你看到 有很多细微的症状 那些长征慢慢浮现 比如内循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症状 内循环就是经济圈 是啊 但是为什么要搞经济圈 没错 这是第一 第二样东西就是 那个粮食问题 习近平仍然是 叫大家吃少点东西 就是你不知以为 跟我们两个说 吃少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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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 你想想想 很多香港人在看了这个 新闻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笑大陆 是否搞错 吃东西都要管 神经病 不断发掘当中的脆纹 例如有人浪费了食物之后 厨师竟然煮出来给人吃 诸如此类 但是重点就是 但是在于 为什么国家突然 要你吃少点东西 有原因的 第一个很明显 最亮眼的就是 他糧食产量不足 不足以供应 他全国人口 第二就是 理论上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糧食产量不足 你就入口 基本上不是一个大问题 问题就在于 如果他这样说 叫你折衣缩食 即是说 你入口也不可能 那什么情况下 入口也不可能 第一当然被制裁 第二就是打仗 所以现在中国 即使他在农业上算是一个大国 但是他也很担心 如果一旦有军事冲突爆发 是会切断外来的食品供应 没错 在这样的情况下 股市又会成为一个非常准确的风向标 但是有很多人都很奇怪 就是觉得 有没有搞错 这个世界这么粒粒乱 又疫症 然后又打仗 理论上这股票不应该跌到一百百元吗 是错 确实有人敢问 在这样的情况下 股市才是最和这个 就是实体经济脱钩 沒錯 又或者是和大家的情绪是反比的 最讲梦想的时候 是啊 没错 所以如果你们本身已经 是买开美股 买着TESL 不是那个APPLE 不是,你说的APPLE也不虽然 不過是美國那個而已 沒錯 那就恭喜你 小弟這些沒什麼錢剩的 怎麼會有錢入市 所以大家八百賓三個月麻煩你資助一下 沒錯 或者希望在股市那裡拿一點回來 贈賺我們 沒錯 別像香港政府一樣 真的出事 但是我們今天選擇在歷史的洪流之中 選擇哪一段時間來看戰時的股市 你都覺得是戰時 選擇不會是古代的戰爭 應該是近代 一戰的玩法跟現在有點不同 所以你都會說 即是說二戰而已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麻煩就是阿守竹 我們就進入一段視頻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哇 馬上講到這個位置畫面一刻 畫面一刻 畫面一刻 馬上打拳不出來 真的要嚇一嚇 定一定經 廣告回來之後我們繼續 不算是多意思 嗯 不算是多意思 對 有的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